这不是寻常的华盛顿野餐 这是达达尼拉草坪派对 在这里华盛顿人穿越时光 返回咆哮的20年代 欢庆爵士时代的盛况 欢快的音乐 热闹的人群 通宵达达 在外开心 一切都是从这儿开始的 飙车 抽烟 喝酒 美国所有的那些开心事 在这里你只需驻足片刻 就立即换了一个人 做事和说话的方式都变了 在两三个小时内 过上完全不同的生活 今年的派对主题是盖茨比 这是为了纪念狂放不羁 一致千斤的传奇人物 了不起的盖茨比 在他的家中举办的盛大派对 盖茨比是作家弗朗西斯·斯科特 菲茨吉拉德的名著 了不起的盖茨比的主人公 小说描写一个贫穷农夫的儿子 参加过一战的杰伊·盖茨比 爱上了一位上流社会的美艳女子 这位女子习惯了奢华生活 盖茨比靠在美国禁酒令时代 非法卖酒发了横财 买下一座巨大的别墅 并在别墅举办豪华派对 希望赢得心上人的芳心 盖茨比鼓舞了很多人 保持充沛精力和叛逆精神 循环作乐没什么不可以的 虽然政府没告诉你怎么做 菲茨吉拉德是迷失的一代作家之一 这些作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 失去了他们年轻时的价值观 菲茨吉拉德笔下的人物参战后 返回美国寻找幸福 他们会在这样的派对上 找到一时的欢乐 我是参加过战争的老兵 在伊拉克打过仗 我只是想忘掉他在地球上 欢乐地度过余生 庆祝活动的组织者说 这样的派对在历史上任何时刻都有必要 你住在首都华盛顿 城里有这么多的分歧 就在今天就在此刻 而在我们这场活动中 人人都是友善的 什么民主党 共和党 川普 希拉里 我们打破了所有这些分歧 音乐 舞步和开心时刻 所有这些都让人难忘盖茨比派对 作家菲茨吉拉德写下这些传奇故事后 90多年过去了 可是直到今天 这些主题仍然经久不衰 美国之音莫顿 麦苏拉兹 华盛顿报道